诶 屏幕前各位小姑娘小小 欢迎回到玩摩会 今天与大家一同来分享的是 叫做BS01安黑的勤电柱 这款勤电柱我买的其实实验值挺长的 我没想跟大家做一个视频 因为我就觉得这款就是一个 换色版本的KO版本的MPM04 但是那天我上了图 友人就问 这个核不留球到底是什么 那我今天就简单的 找个时间来跟大家分享 这款来自BS01的安黑版勤电柱 据说还是个限定 限定多少个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这款拿到手确实是挺带劲 挺漂亮的 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核数 它这次核子其实有点狗币 就是一个牛皮紫核 上面写着BS01 然后里面那一包 就是直接是一个内系数 你没有看错 连个包装盒都没有 这说明这个长假 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但是借着这个秘密就被我发现了 可以看一下这个说明书 没有错 我没有拿错 这个说明书就是包装盒里带的 这次谁架呢 我就不想数 我也不想评价了 大家懂都懂 反正这年头换个马甲很正常 为什么呢 也是怕爪呀 对不对 那整个玩具呢 就是以载具形态来做一个展示 那配件方面其实跟原版没有什么区别哈 但是有些点哈 我还是要跟大家说 也就是说这玩意儿呢 在变形的时候啊 这个手感不是特别好 为什么 它上面上了一层气 哎呀妈 这个关节斜紧 所以说啊 这个东西变形的时候还是要小心 那配件方面呢 简单也得瞅一下 两把刀 这两把刀呢 是红羊样的一个配色 这个卡扣方面来说哈 也不是特别厚道 你可以看我把这个卡扣呢 就稍微有点紧 在这呢 给大家一个手法哈 或者是大佬爷们都懂哈 轻轻的啊 蹭进去 然后一点点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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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给它拔出来哈 这也是各位大佬爷们 或者青年小伙 以后要学习的一个 生活本领 因为有了这个生活本领呢 你通下嘴刀 是比较方便的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刀 这个刀上面呢 是以红色 这个西瓜红色啊 为一个主色调 透明镜哈 上面有一些 枪铁灰色一个涂状 这个颜色看起来就挺壁的哈 挺瘦的一个感觉哈 这个枪呢 是一个枪铁色涂状 枪头这个部分呢 指定是老战士用过的枪哈 前头是墨盒的 这就是配件方面 那载具方面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啊 这款呢 是一个暗黑配色 那这款 我觉得挺壁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这个颜色啊 血漂亮 整个的颜色呢 是以一个钢琴烤器啊 为一个底色 因为呢 继承了它架原件的鼻祖性传统 上面喷上一层光油 所以这个光油 这个亮泽度哈 还是挺壁裂的 然后这个火焰纹呢 是这种绿色火焰纹 这个绿色 还是这种金属质感很强的 车布里这些部分呢 是采用了这种暗红色的一个涂状 一看呢 就是有点斜性这个感觉 那轮胎部分呢 都是这个相较轮胎 我手上这个 不知道是不是 我变形昧到位哈 我觉得这个后撤壳这个地方哈 借地也不是特别语气 稍微有点瓢 整个这个配色呢 除了以这个钢琴黑 为一个底色 有这种 薄荷绿色火焰纹 还有一件红色透明件之外呢 剩下骨架部分呢 都是采用这种呛铁色哈 这种呛铁色的一个质感呢 就是 有种 纵国营看着大黑妞的感觉哈 虽然是看脸蛋不是特别细 但是看这个身材 诶 绝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这款玩具一个变形 这个和正版有点地方不一样哈 我便说便聊 首先呢 这个地方 我们先把整个就是这一片解锁 这个位置有一个倒垢 然后这个地方呢 挂了艳囱 然后这个地方也有个卡扣 也就是一二三 这三个地方有个卡扣 那这个卡扣呢 我拿到手是拿笔道 在这里面这个槽啊 给他挖了一下 因为我觉得它上面有点小毛便 不太怎么好卡 所以呢 这个地方我自个是动道了 首先呢 这个地方卡扣解锁 然后顺着这个手法啊 稍微往下点沉 然后呢 把这个包便这个地方 先给它沉出来 你可以看到啊 这地方有个狗哈 如果说你这个地方狭目护眼哈 直接拔 这个地方很容易淡哈 所以呢 先跟各位说 这个跟原版在这个卡扣方面 还是有点更改 首先卡扣这个地方 先把这两边解锁 然后呢 侧头顶这个位置 卡扣解开 然后后定这个部分 这两处的位置 有个卡扣 卡的不是特别紧啊 但是我觉得这面料的稍微有点薄 还是要小心点 这两侧啊 就是卡这个 这叫燕丛 还是什么油线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卡住 但是我这个卡不是特别稳的哈 这些地方呢 都给它解锁开 解锁开之后呢 我喜欢裁粉 首先呢 手够住这个位置 给它这个地方解锁开 另一侧也是一样啊 解锁开 然后把这一侧呢 给它分开 好 给它抬起来 抬起来 你看 上半身和下半身呢 就分离的比较明显 我们先来变下半身哈 下半身这个地方抬起来 就刚才那片哈 先把这个倒垢 这个地方有点倔强 卡有点紧实啊 一定是要拖点个底 变这个动机 不然的话哈 变的时候 必然会出现一些匪夷所思 而且非常烦躁的现象 然后这个地方呢 爽罐 这个爽罐节呢 给它铺平 然后呢 把这个地方往里逮 这个滑道这个部分呢 稍微移开点 然后这个地方往里逮啊 我手上这款呢 它哑的不是特别紧 然后再通过这个双罐节 你看哈 这把这个双罐节就很伟妙 把这个双罐节呢 再稍微调整一下 哎 把这个地方憋上啊 呃 它卡的不紧 它就是憋上 你懂我什么意思吧 就是给它憋上啊 然后这一侧呢 咱再做一个同样的辨情 可以看到 这上面有一个 记好的小的小卡扣啊 比较紧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别紧 千万千万哈 你要长点性 你手法要稍微紧凑一点 然后这个地方呢 给它钻开 哎 忘你那什么 然后这一片也是 倒吞开哈 把这个地方给它拉进去 好 这两侧呢 给它玩次 然后呢 这个萨嘛 在这块啊 也是比较紧 首先呢 前到你边的这个地方啊 左右这个卡扣 它是有点这样小刀构 但是它这个刀构的紧实程度不够 所以说你稍微再扒着它 是吧 你稍微两边 你死点劲 然后呢 再到这个上面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稍微有点紧 我个人的意见 是借用点这个道具 我用的是这种撬变器 稍微给它左右往外震一震 特别好 哎 你看 在我小心翼翼的把玩下 这个地方解开了 但是这两侧 借好个紧 所以告诉大家稍微小心点 这两处啊 在人形手啊 这两块啊 斜紧 所以呢 我是在脚踝 就这个里面这个位置 可以看啊 就这个位置啊 它是个十字画啊 我拿螺丝刀 给这个地方拧送了 不拧送啊 这个地方啊 你要不你这个手啊 就是拧刚进这个手 卡一下 败蛋了 要不然的话 你就等补劲吧 这个东西啊 反正是前都不是大海淘来的 所以说还是要小心点 脚掌这两个地方 给它打平 由于伤气这个原因 我觉得这个脚掌哈 还是挺紧的啊 然后呢 整个这个卡扣顶上去 好 抬上来 对于这款玩具啊 其实 讲抽六够的啊 不管是KO 还是元大 就对于这个模具来说啊 正是讲抽六够 所以啊 我自己不怎么 不怎么愿讲 但是 你说大家要看吧 你说咋也不能是 那么一个壁来赢 所以呢 就坐呗 这两大腿跟这个地方 稍微往下点啊 倒开一个地方 这个脚就变形完成了 哎呀 多长时间不变了 这地方还有点不会的 这卡扣这个位置比较紧 然后呢 这个位置啊 我希望让大家帮我瞅一瞅啊 因为我当时买正版手 正版美版3C手啊 就是这么个样 那这回好像 好像还是这么个样 是反了还是没反 我也不知道哈 这个位置有一个双罐 咱把这个双罐截 通过这个折叠罐截 咱给折上去啊 小片瘦上来 然后重件这个 这个燕筒这个部分啊 咱给钻到重件 这侧也是一样哈 对于这款玩具呢 嗯 现在接起视频呢 指定不是那种 讲解贼大详细的 只是针对于手上这款啊 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如果说你想看这种贼大详细的 那你就犯犯 我之前这些视频吧 我现在对于这款模具 咱就轻溜溜的哈 然后接两侧卡扣 这卡扣呢 其实这回这个卡扣有点紧 它是有点这样是外垮的哈 往这个手臂这里面 所以呢 变形的时候 也是一手啊 这样是够住 另一手啊 这样是稍微啊 往外点震 这样是 这样是解锁了 它不容易上卡扣啊 我这样是意见啊 你看这块解锁开 解锁开这块抬起来 然后这两个胳膊不就倒出来吗 胳膊这里面这个卡扣呢 我我是没怎么扣紧 我也不敢扣紧 因为这个大腿根这块哈 就非常非常紧 再加上这个胳膊卡扣要扣紧哈 这是老鼻也费劲了 这两边呢 稍微翻开点 通过这个手肘这个灌节 咱把它往外打 并且呢 把手肘里面这个造型件 这个三角形 咱给它抬起来 这个胳膊肘这样是拿开 然后呢 这个什么过滤器还是什么玩 咱给它抬起来 做好准备就行啊 这个手部 这一片往外打 这个位置往上抬 好 这是一条胳膊哈 这条胳膊 咱再变一下 首先呢 三角形这个造型件 这个地方抬起来往上打 然后呢 这个胳膊外甲部分啊 我这回这个路有点挡害啊 往外打啊 然后呢 这个地方 哎 调整好 首先呢 彻底棚这块啊 两处有个卡扣 哎 卡扣解锁完之后啊 底下这个位置也有两个卡扣 这两个卡扣 我们把它拧开啊 有点紧啊 这个手感啊 稍微小心点 通过这个滑道往外打 然后呢 这个片呢 往外打之后呢 咱通过这个转折灌机 看 看没看到 这正好呢 这个槽就够放下来 哎 把这个槽放下来 那个挪挂这个地方不就漏出来吗 这个地方呢 其实很多小伙伴跟我说啊 不管是哪版本都有点难 它这个地方设计哈 是有点半 就是这两边哈 你看 它这个能源宝 这个位置 你要抬起来 是不是 你多点手手 你这个甲 你都能碰着一点 所以这个地方设计不是特别合理 啊 为了看啊 我正没中奖 我特意把这个地方打开啊 这能源宝才借啊 大家看啊 这把 那个能源宝是在的啊 好 这固拉编好之后啊 咱先把这个药部这个位置啊 先给它卡住吧 这个药部卡住之后 咱变成也好变 可以看啊 这有个货 然后呢 这个里面是有个滑道 你知道是锁定的 锁定完之后啊 这个杜上这块 上面有个卡扣 正好正好啊 是给这个卡上 然后呢 把这个小片这个地方哈 往后折 可以看到啊 这个地方有一个卡扣 把这个卡扣呢 哎 和这个燕筒这个部分哈 就稍微卡住一点 那我手上这个卡不是很紧啊 就是正常咋锁啊 就衔解上去 然后这一侧也是一样哈 把这个放行片 给它弄上去 通过这个灌截 先给它往下打 啊 撤侧窗这个部分 哎 爽断灌截啊 这地方啊 签订主 万主妇 要小心点哈 这个地方有点紧 咱先把它压下刻啊 一面压下刻 然后呢 这个杆子 看没看 看没看 这个杆啊 这个杆啊 要稍微避让点 这个侧 侧面这个侧窗 看没看 看看这个份 找好似 哎 铁进刻 哎 卡住 同样 咱把这个车部里 酸灌哈 哎 稍微调整一下 然后通过 界面这个灌截 哎 给它避让一下 这块啊 稍微是有那么 一点点半 尤其是这个 侧面这个部里哈 是稍微有点挡害的 所以呢 你要避让一下 好 大体型捋完之后啊 咱现在确定 这个腹部这个地方 卡扣 卡没卡住啊 卡住之后 这里面你可以看 有个放行槽 这放行槽啊 正好跟这个腹部 这个位置卡住啊 卡鱼齐齐的哈 非常铁合 这就算你到位了哈 你要是卡没语气 没铁合 这说明你这个 没怼到位 这点没到 它能舒服吗 是不是 所以说啊 以后在生活里 痛下嘴到这件事情哈 大我爷们 还是要注意一点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按额巴哈 这个额巴 这个位置哈 说实在的哈 要注意一个点 就是这个这个 彻头这侧面部里哈 因为我刚才没讲到位啊 这个地方你打开 然后呢 死劲 卡到前头 不能再卡了 为什么 你说我这块 我要不给你卡到位 你看你这块挡不挡 是不是 如果说我这块 我要没讲的话 你只要视频下面 妈呀 你个变哨 讲个变响动静 你讲不咒不变的 你说说你是不是 挺带阴恨的 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 再嘛 要注意的是哪 就是黑色这个地方 你一定要确保 这个黑色这个地方 你看没啥 就这一片哈 它是在你胳膊后边 就是这个 这一块的 你要是卡不住 这块 你不顶不办的话 对不对 把它稍微按压点 下面这个部分 通过塑胶韧性 塑胶韧性啊 给它卡进去 滑进去啊 这算你卡到位 这侧咱再再变一下啊 首先第一个点 你看一下 侧头侧部的这个位置 是否是卡到底啊 然后再你就确定 这黑色这片 是不是 那什么东西 都挡不挡害 挡害的地方 稍微避让避让 那么都死心眼嘛 是不是啊 这个地方得注意一点 生活上也是这样的事 有时候的适当的忍让 适当的避让 才会这个缠身和谐嘛 咱再来调整一下 后半身哈 其实呢 这一代神魔呢 经过黑苹果的改造的时候 那个后背就老漂亮了哈 但是我我想说 其实原版模具做的不差 原版模具只是 论还原度呢 稍微是不太高而已 通过这个转轴呢 咱现在转过来 其实我也忘了 这个东西是怎么转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啊 咱给它转到这个位置 这后挡泥板这个位置 是有一个放槽 这个放槽正好和这个凹洞啊 是可以衔接上了 卡的不是特别紧哈 但是它能卡住 然后呢 这个转轴这个部分 我们再给它折过来 哎 折到这一片 是不是 这个后背就清凉度了 然后呢 再者要注意的是什么 因为它这个位置 可以看到 这是六角形转轴 一处的转轴 两处转轴 你必须呢 把这个转轴呢 在变这个位置之前 先把这个转轴是打开的 你不打开 你紧到这里面 那你这个地方变形 就是胸口这个变形 紫钉很绊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 你适当要先向外调整一下 这个位置 咱也是同样的一个变法 首先呢 给它转过来 转过来之后呢 早上放清卡槽 然后呢 给这个地方呢 稍微避让一点 哎 卡住 转过来 转过来之后呢 这两边呢 调整一下角度 它这个位置呢 是有这么个卡扣的 但是这个卡扣 我个人觉得 卡的吧 就一半嘛 不是很紧 所以呢 我是简单的 把这个卡扣呢 就这么衔接上去 那这款玩具呢 在手画期间呢 就全部啊 完事了 那我们简单就来看看吧 其实我手上 现在是没有元大这个模具 元大那个模具 在信房里 不在我手上 那整个的一个配色呢 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一个配色啊 是以一个黑色为主 配色方面来说呢 黑色也是占主导部分 而且呢 整个的黑色上面呢 都有这种油味过油 钢琴烤气的一个感觉 然后这种暗绿色的火焰门 确实更加扫气一些 侧头的这个位置呢 是红色的一个通明件 很漂亮 车等的这两侧呢 也是合金件啊 骨架部分呢 是这种呛铁色 这种呛铁色呢 个人感觉很好看 手臂的位置呢 有一些这种金属绿色 和一些粉色 齿轮声音呢 我们简单来听 还是比较清脆的 然后外摆内受的一些 关节来说呢 这个位置没有什么齿轮 但是整个的一个紧实度呢 这一次处理的是较好的 手部的关节呢 也是整个紧实度处理的较好 然后呢 前踢 齿轮关节 我手上腿部这个立举程度呢 稍微有点弱啊 紧紧紧螺丝可能会稍微好那么一点啊 就简单给各位看一下 后踢呢 这么大一个弧度 腿部呢 有屈膝关节 屈膝呢 也是齿轮关节 声音呢 还是比较清脆的 它是两段式的屈膝 脚掌部分呢 再次给各位提一下啊 就是脚掌的卡扣位置 在这里面 一定是拿到手 先松一下啊 不然的话会产生悲剧 前后左右的接地 还是有一些 而且呢 脚掌的根部关节呢 是一个球形关节 胯部呢 拉伸 或者抬起来 都有一定的活动性 简单给各位看一下 对于这款玩具的一个美形度来说呢 我个人呢 其实是不想变它呢 就是各位要求 想看一看的话 咱这一期呢 就是直接是载具 变成人形 给各位看一下 这眼睛部分是红色涂装 然后有些金属色的一个涂装 包括面罩部分 换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面罩的感觉呢 会更帅一点 那对于这款玩具呢 我最终的一个定义啊 或者一个总结吧 这没啥总结的 你们不说 我都不想做这期 主要是这颜色呢 就是非常对我胃口 所以呢 帅它们就完了 而且上面呢 本身有些金属光泽 钢琴烤漆 质感方面不错 但是呢 你让我再变一次 行吗 我真的不想变形 因为它整个呢 就战时的时候 是它最帅 也最辉煌的时刻啊 我个人是觉得 它战时就够了 而且呢 我其实呢 现在想 觉得啊 这家如果能出一个 透明色的话 我指定会买 而且呢 视频我指定会做 但是呢 我指定不会变形 因为这个关节的 把控力度来说呢 因为上期的一个感觉来说 还不是特别友好 稍微有点紧 在各处的关节上面呢 希望大家拿手呢 适当调节 不适当调节的话 对于把玩体验来说呢 还是非常不得劲的啊 我个人呢 是因为之前呢 曾经无数次 把玩过这个模具 不管是放大的 元大的 KO的 还正版的 都有把玩过 所以对于这个模具 我真的是 短期内的 都有点恶心的 就是拿到手 这也是 我为什么 我买到手 我没跟大家做视频 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 我觉得没什么可做的啊 就简单跟各位说一下 我就觉得是个换色 但各位想看的话 我就找一个时间 咱就出来唠一唠 唠一唠 这东西怎么样 这B确实在美观性方面啊 真的是绝了 非常非常漂亮 但是呢 把玩手感方面 还有一些转轴方面呢 确实有些 过紧的现象 还有一些偏松的一些位置 把玩的手感来说呢 相比于正版啊 只能说相比于正版来说呢 还是稍微弱象了一点 但是呢 谁叫他帅呢 帅他们就完了 对吧 好了 那今天视频呢 咱就简单做到这 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欢迎大家来到玩幕会 喜欢的朋友 可以点赞 投币 收桑还有分桑 按你们哟 么么哒 有点赞 就好了